每一辆婴儿车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小生命 乌克兰西部大臣利维夫 当地民众与政府展开战争的代价寻传活动 在广场上摆放了109辆婴儿车 这是战争以来丧生的儿童人数 有的车子上摆着孩子们再也无法玩的玩偶 小女孩拿着国旗若有所思的望着 而在饱受密集轰炸的东部城市马利波 街道上随处可见不幸罹难的民众 我的妈妈当局估计当地已经有超过2500人丧命 幸存的人只能在死者丧命的地方匆匆埋葬 有的甚至只是拿些木板覆盖 临时十字加上记录出生与死亡日期 当局表示有大约40万人被俄军围困超过两周 储备的食物与水用完 也还无法妥善处理或统计确实的伤亡人数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顾问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恐怕无法夺回马利波 带兄女方编译